下面我们看一个外币核算的 甲公司是一般纳税人 它的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 用当天汇率作为记账汇率 有关数据如下 第一个 从国外以公司进口材料 货款20万欧 当天汇率是1比8.5 那它的人比多少 人民币是17 170万人民币 关税是多少 17 增值税呢 317900 货款尚未支付 也就说是奢购 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这是人民币接的 问这个分路怎么写 它这个呢 是个基础教学题 就是让你编分路 来来咱直接看吧 首先借原材料或材料采购 这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计划成本计价 这是实际成本计价 我们注册会计师 好像就没学过计划成本计价 如果你学过初级会计 它有计划成本计价这个选项 注快的话 为什么不学计划成本 因为在实践中 基本上没有计划成本计价 实践里面都是实际成本计价 我们注快的话呢 比较实用 不怎么用的就不学 你知道差别就行啊 借方应交税费 进销税 这是那个 给海关交的那个进销税 然后这是出的两笔人币 这是关税的人民币 这是那个增值税的人民币 总共是48万7千9 那你的材料入账是多少 材料的入账是 看买价 折的这个人民币 加上关税 构成它的入账成本 187万 债方应付账款欧元 这是欧元的计价 这是人民币表示的 这里面真正的外币账户就一个 就这个 其他的话呢都不是外币账户 OK 再来 第二个 向国外秉公司出口销售商品 售价为4万美金 当天汇率是1比6.34 奢销 奢销 奢销的话 那就是借应收账款 带主营用收入 我看看人币多少 4万 乘以6.34 人民币是253,600 看答案 就这个 借应收账款美元户 这是个外币账户 带主营用收入 253,600 再看第三个 16号 用人民币 从银行买了20万欧元 存到银行 这是买外汇 买外汇 银行执行挂牌 卖价 1比8.3 那他得出多少人民币 20万欧 乘以8.3 人民币需要花166万 他增加的银行存款 欧元户是个外币账户 他这个登账用的是 记账汇率 记账汇率是多少 中间价 中间价就是记账汇率 他有的题呢 他故意给你找麻烦 他给了你银行挂牌卖价 给了你当天的银行挂牌买价 中间价你自个儿算 算出来的中间价 就是当日市场汇率 要搞清楚这个 也就是说你出人民币 出这个数对吧 你的银行存款欧元 入账外币账户 登账登的是 中间价的8.26的折算 我看看乘以8.26 折出多少 165.2万 这一把赔多少 赔0.8万 做曹费呗 来看答案 这个 借银行存款欧元 165.2万 带银行存款人民币 166万 赔了8000 借银操费 第四个 这个 境外注资 境外注资 这个事我需要特别提示 接受外币资本的注入 它的登账汇率 只能选择当天的市场汇率 既然不能用基账汇率 有的人说了 基账汇率有的就是当天的市场汇率 那是有的时候 基账汇率是当天的市场汇率 但是你不能说 这儿要用基账汇率 你懂我的意思吧 因为有的基账汇率 用的是当一日 接受外币资本的注入 你的资产方和所有的 权益方的折算 所使用的唯一汇率 就一个 当日市场汇率 注资多少 100万欧 汇率呢 8.24 人民币呢 824万人币 形成多少资本 形成800万资本 那你的溢价是多少 这个溢价一看就是24万了 哎 24万没错 来看分路 借银行存款欧元 824万 贷失收资本800万 带资本攻击资本溢价24万 这样做 这第四个 再来看第五 向已公司支付前欠的材料款 欠账18万欧 当天汇率是8.5亿 这就是哪个呢 就投一个 你不赦了一个吗 就这个 他当时的登账汇率是8.5 你这还账是8.几来的 8.51是吧 那你赔了 你欠的时候便宜 还的时候贵 没错吧 哎 对着呢 你看 借应付账款 它的历史汇率是8.5 还的欧的登账汇率 最新的是8.51 这把赔了个1800 借应付账款153万 借财务费用1800 带银行存款欧元 153万1000帮 再看第六 第六是收回应收款 4万 当时的奢销的汇率是几来的 奢销 奢销是6.34 收回多少 收回是6.31 这把又赔了 收的时候贵 收的时候便宜 没错吧 拧着的 再来 借银行存款 最新的汇率是 6.31 4万乘以6.31 人民币是252,400 它那个应收的美元呢 应收的美元 是253,600 这是账面的几率 账面登过的 这把赔了1200嘛 借操费 在这呢 我得提个醒 就刚才这个第五个业务和第六个业务 你看到他用了两个账面汇率 我觉得严格来讲 你像刚才的还应付诈款 包括刚才的这个收应收账款 他应当无论是收应收也好 还是偿还应付也好 你都要用当天的记账汇率去登 换句话说 你像这个 这个应该是接银行存款 但应收都登这个数 不对啊 你当初的应收不是这个数吗 是这个数 但他这个账面汇率和你的这个这个记账汇率的这个偏差呀 他不是在发生业务当时一块自己出来 你懂我的意思吗 人家有一个系统都是月底统一算 你像你这不是差了个1200嘛 这1200不是在你收的当时出现的 是在月底外币条账会一块算 这样做更简单 那我们这样做的话呢 就是为了更简单一些 更简化 从理解上更简化 因为这个应收毕竟是旧的6.31登的账嘛 那我这个6.34登的账嘛 这样的话6.31收回来这不赔了吗 多简单 这个理解上好理解 但在实际操作中 还应付收应收 你都得用记账汇率 也就是说这儿的话呢 应该是没有差的 最后月底统一算差 这才是最严谨的 考试怎么办 考试就按这个来 这样做的话呢 就符合他的考题的标准 和实践标准 不太一致啊 来来来来来 看看期末调账 完了 这个业务已经说完了 看调账 调账的话 他这说的特别简单 有一个银行存款美元后 调之前是4万美金 调账之前的人币是252,400 你告诉我 他调到多少 他这个题好在哪呢 他没让你去算 说调之前 他是多少人币余额 这个题要较真的话 你得把整个的 银行存款的业务 从期出数到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算出期末 你的美元额 你的人币结余 然后再去调去 这样做最严谨 他这省事了 直接告诉你 调账之前是这么多 那就简单了 你调到6.3吧 4万乘以6.3 要调到的是252 你现在调到的是 之前是252,400 哇 那就说你要调的这个 比他要便宜400块钱吧 损失 对 来找答案 这个都长一个样啊 我直接说了 这不便宜400吗 用4万乘以6.3 减去调之前的 252,400 这把赔400 借机操费 这个呢 这是调到的标准 102万乘以8.16 这是调之前的标准 这个也赔了 37000 应付账款 这是调到的标准 2万欧乘以8.16 减去调之前 的17万 最后是调减6800 但是应付账款调减 欠账贬值是好事 注意啊 属于收益 对 收益 借机应付账款 代计银行存款 代计 银行存款 这是美 这是欧 最后他是干赔了 30600 你看我给你打个截 他这个是赔了37000吧 加上40 赔了37400 再加上他赚的 抵了之后 最后是净赔30600 搞定 这个题没有什么技巧 它就是一个教学题 看一看外币怎么核算就行 我觉得从考试筑块的角度来说 外币更喜欢出单多选 大题有没有啊 有可能会在这个乱拼的题里面 搭一个外币题 反正业务量就这么多 没说东西 外币本身的话呢 从会计核算来看 特殊外币就这么两个 什么外币买卖 接受外币资本注资 还有一个大头就是那个 外币账户的期末调账 还有得聊 我们这都有 你可以练一练 来 再看第六个 甲乙丙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率13% 2012年10月12号 甲公司用一项非专利和对丁的投资 这个投资它定成的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干嘛呢 换并持有的对物的长投 这叫二换一 你发现没有 非专利的原价1200 累计摊销200 准备100公允1000 有增值税吗 专利没有增值税 专业技术也没有 这俩都没有 对丁的股权就这个呗 它的余额是多少 350的初始成本 后续增值过50 那它的余额应该是400 账面公允假定都是400 甲公司换入对物的这个长投之后 是成本法核算 控股合并 控股合并 那它没说是有没有关联方关系 说没说 好像没提 我找一张 它有提关联方关系吗 没说 没说 没说的话呢 你按什么走 没说的话 你按一般的走呗 按一般的走 一般它都是非关联方关系 它要没说的话 就视为非关联方 它要特别提示的话 一般都会说 是关联方还是非关联方 这是一般规范的提 这个里面有 没有的话就按一般的做 一般的做的话 就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就非同控呗 非同控 你说它二换一这个长投 按什么口径算 按照合并准则算 合并准则 两个换一个 这叫什么 这叫非或不交换 没问题 但是你得按照合并准则 非同控的话 就是按照你的换出两个 非现金的公允价税 推定长投成本 我现在给你打了截 看看总共公允价税多少 专有技术是1000万 那个投资呢 投资是400 那它就是1400 对 丙对物的长投账上是1100 公允价是1200 另以银行存款支付补价200 当会儿 你要是有个补价200 你还得减200 减200的话呢 入账是1200 对 大喘气 这还有一个补价呢 看见没有 那和它那边的公益价 正好是配一个数 对 我们这样的 先把这第一组搞定 它让你判断双方的交换 是不是非或被交换 你的补价是200 假公司是收补价方 用收到的补价 除以换出的两项 非现金私产的供应价之和 算出来 14.29% 小于25% 属于非或不交换 拿下 支付补价方 用支付的补价200 除以换出私产供应价1200 加上支付的补价 构成它这边的比重 也是一样的 属于非或不交换 让你看双方的损益 如果按照刚才 我提示的这个说法 它也没说 有没有关联方关系 你就视为非关联方关系 如果视为非关联方关系 那你这个长投成本法 肯定是控股合并啊 非同控的长投 按公允的非或不交换原则 处理就可以 最终咱们入的 那个长投成本是 1000加400 然后它不收了个补价吗 再把200一减 1200入账 那你换出的这个专有技术 它的供应价是1000 它的账面价是1200减200减100 这200和100是谁啊 这个 看 原价吗 1200 累计摊销是200 这样它的摊余价就是1000 再减去准备100的 账面价就900 900和1000比赚多少 赚100啊 这是代计资产处置损益 它这个题分路太长 它分开了 先看这个 借长期股权投资1200 借累计摊销200 准备100 这什么意思 待会再说 这收的补价 然后呢 代物性资产1200 然后这不代资产处置损100吗 就刚才我算的赚的那个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是没有说赚的差额走投的收益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们那个差额都挤到留存收益 对对对 留存收益 这不400的余额吗 人家的供应价和它的账面是一样的 没差额 对 那你这个是哪来的 它曾经涨过50 涨过50 现在你把它卖了 应该把其他综合收益 转到正式的盈供给5 未分45 说的是它 怎么样 这事碰奇了吧 对着呢 来 咱们接着往下说 这个题 头一组就是个非后不交换题 再来 2012年底 假公司获悉乙公司发生曹困难 对应收乙的2340 提取坏账准备280 以前没提过 我头一次 2013年初 考虑到已公司近期难以偿还 于是呢 双方协商 这样吧 你拿专利顶账 专利的余额1500 累计摊销100 准备80 公允价 2000亿 2013年31号 办妥了移交手续 并结清了债权账物 那就是这一天是债务重组的完成时间 这天应该走账的 应收的公允价是2050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债务重组的案例 来 我们把它打过来 这题就结束了 来 看看这个坏账 坏账坏账 借信选的损失280 带坏账准备280 然后重组 债务重组 这个无形私产入 这个口径是怎么来的 就是拿应收供业价倒推的 他也没有补别的钱 完了又没有增值税 省事吧 直接拿过来的 这就是供业价 应收的供业价直接倒挤的 这是应收的余额 这是准备 然后挤出一个差 这个10 实际上就是应收的账面价 和应收的供允价的差 我看看 2340减去280 它的账面价是2060 它的供允价是2050 这把不是赔10个吗 借投资收益10 债务方怎么办呢 借应付账款2340 然后拿无形私产的账面去对击 它的账面是多少 1500减去100减80 1500减去180 它的账面价是1320 账账一怼 差多少 差1020 代际其他收益 多简单 没了这题 我们刚才这个题 我觉得对注册会计师来讲 有点太简单了 你就当热身 债务重组非货币的热身 其实就是我的账面价是实际上的 账面价 没有 全是破冒 太简单了 比你更好 太简单了 不计算